再来看2014年的新人王冠军郑琪琪 她的嗓音相当独特 快歌慢歌她都可以 出色的表现让她当年一举拿下了冠军 还拿到了一万块美金的奖励 而如今的她呢从未放弃梦想 一直在追求音乐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抱着小吉他轻快自在地弹唱 如今的郑琪琪更加青春靓丽 回想两年前那个在后台抱着最爱的奶奶 亲个没完的琪琪 拿到一万美元奖金后 立刻就送给了奶奶 而这两年来 回想自己在东森新人王的经历 更让她心怀感恩 因为这个东森新人王 然后事后我就想想我真正想做什么 然后现在我是从音乐自己 从写作到跟朋友合作 跟就是做cover 然后一切都慢慢的从小做起 今后的目标是想 就是从音乐做到有fanbase 然后就可以去巡演 2014年拿到冠军后 2015年 更是和当年的新人王优胜者一起 在Club Nokia与网络红人陈奕彤一起现唱 从最初第一次站上舞台唱歌 稚嫩的表现到如今庞大的气场与自信的发挥 起其坦言 因为音乐让她一路成长 因此特别总结与大家分享经验 就是我给这一年参赛选手的建议就是除了唱歌还有衣着非常要用心之外 就是在场地上面的掌控的魅力 还有另外一个tip就是你可以多练 可是多练会伤声音 所以要记得休息 适当地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也像起其一样抱有音乐梦想 并希望在专业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 今年就来参加东森新人王 继日期已经开放 纽约旧金山与洛杉矶三地海选报名 以及网络市场 总奖金1万美元等着你 赶紧上东森美洲台2016年新人王官网报名 东森新闻为宽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